我跟大家讲 工作人员对我做了一个动作 直接我就破防了 我当时就想说 哎呦我的妈呀 咋这样啊 我真的我必须得 实话实说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吃饭吧 都是开港的时尊 帮阿丹几家里的订阅 吃完饭了 我们聊聊天 哎呦我这 我这是灵机一动 今天办了件事 就是我老公给我那个什么 就是跟我讲说的 哎小丹要不要那个 就是给爸妈一起把那个什么 入台证申请 然后你就带回去了 这样 我说哎呦我说也行 然后我老公就说 那咱俩一起去 我说好 我说那你把东西准备准备 我老公说不用准备 就是说我爸妈那些 资料啊 照片的什么 就一直都在一个袋子里面 就像他 我跟他的公证书 因为那种公证书的话 就是亲子公证的话 只要公证一次 然后呢 从公证处的寄到海基会 验证完之后的话 就是以后你是来办的时候 就不用再重新再验证 所以说那些资料 我们都有 因为我父母不是 以前也来过很多次了 但是每次来的话呢 就是只要到移民署 去申请就好了 入台证 大概一周的时间吧 一周的时间 就是能下来这个证件 所以我们想一想说的 来得及 我说那我们去申请吧 就这样 我就跟我先生就去了 去了之后的话 我们俩 好多人呢 给大家看一段影片吧 那边的那个现场的状况 我们现在来这里办 办那个我爸妈的盛检 真的好久没来了 移民署 桃园福祉 内政部移民署 这里好几年都没来了 真的真的 上次来帮我爸申请 他来那个什么探亲 1919年过年的时候 我的鞋好滑 不敢走 这里 哎呀好多人呢 好像在外面排队 好多人呢 谢谢 两位 这个怎么这么可爱呀 这个窗口 这个是新住民 桃园市的新住民人口分不涂 中立的还真的是最多的 中立区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 哎呦能看清 申请妈妈的资料 外公外婆也要填写 看到这个墨字 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是你准备来要送小朋友的呀 哎呦真好 哦 好可爱呀 人真的超级多 因为那边的话 不只是针对说 中国大陆这一边的 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署嘛 但是我看最量最大的 应该是这个大陆部分的 然后呢 有人是办一亲的 像我的话 是申请我父母来探亲的话 就是入台证嘛 然后呢就是 我去办的时候 刚好这位大 就是这位大哥吧 我叫他 好 就工作人员 人超级好 他那个 就是他那个柜台 就很吸引我 我就在那后面 坐着排队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那个柜台 都挂着很多这个小布 我什么之类的 刚好到我这个号的时候 就请到一号这个窗口 然后我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大哥 我还跟他开玩笑 我说大哥 我说你这个好可爱呀 这边挂着 那大哥说的 有小朋友来的话 我就会送给他一个呀 说在家里啊 我放着也是放着 他说就是这样 这样利用起来 人很好 对不对 你过来办证件的话 人家有必要这么做吗 没有必要是吧 这也不是什么工作内容 我觉得说 哎 就挺不一样的 然后呢 当时办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 我们两个先去那边 填表格 其实填了就填了一下下 就是填那个身份证啊 填照片啊 就是影音件什么 然后填了很详细的那个资料 然后呢 递件给这个窗口 然后呢 就把照片给那个大哥 大哥看了看 很认真 然后大哥就有看那个照片 然后再比对我之前申请的 他们就说 哎呀 这个照片不行 这个照片的话 15年的时候用过了 我说 哦 我说那这个呢 这个照片也不行 啊 这个照片的话呢 18年用过了 我说 哦 对对对对 然后 然后那个的话呢 19年用过 我说 哦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好像是 他们都是要求说 要这个 三年的还是多久的 进照 还是两年的 就是我呢 都太长时间了 确实 就等于说是 临时的这么的一个动议 就是动议啊 因为我老 我妈 我爸他们一开始是想说 他们要冬天的时候来 所以说我真的没想到说 这次把这个证件就办好 然后一起带回去 我没想到 所以说我并没有让我父母提前拍照片 然后那个大哥就说 哎呀 你这照片不行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问大哥 我说大哥 如果我想哪天哪天拿证件的话 我说来得及吗 然后大哥说 哦 我们正常的话是一周的时间 你今天办的话呢 啊 我帮你加急一下 没关系 哦 那个什么 就是没关系 你看我这边 大哥就指旁边 说你看我旁边这个 这个 就是刚才那位小姐呀 啊 她没带身份证啊 然后什么都没影印啊 什么的哈 竟然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好像去帮她影印 啊 这个我也是帮她加急 人很好 哦 然后呢 就到我这一份嘛 啊 就开始帮我看那个照片 然后就跟我解释说 啊 这个的话不行 哦 你看这个 比对了半天 她还会看衣服啊 颜色什么的 是不是同一张照片 啊 比对了半天 啊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呀 这个领子是白色的 就是这一张啊 哦 这不行不行 啊 这一张的话 什么什么时候用过的 很仔细的 每一张帮我对比 然后给我解释 让我知道说 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非常细心 然后呢 这个跟我说完之后 我说哦 我说呢 我说如果我明天再来 因为我们排队完之后的 那个时间吧 基本上 大概还剩半小时 他们就要下班了 我说呢 这半小时肯定来不及了 我说那明天 如果说我来送照片的话呢 我说 在哪天之前的话 还拿得到吗 然后大哥想一想说的 就拿日历给我看 正常的话呢 我们要哪一天 哪一天可以出来 没关系 那你明天呢 来的话呢 我就尽量帮你赶 但是不敢一定保证 说你今天的话 就一定保证 你可以拿得到 但是明天的话呢 你来的话 就不要抽好码牌 你直接到我这边来送 这样比较快 好不好 全都是替我着想 但是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 是我做的不周到 是我的问题 我说好好好 我说没关系 我说谢谢大哥 谢谢谢谢 然后那个大哥 大哥就是 你知道吗 我说谢谢他的时候 大哥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抱歉 他一直在抱歉 人家跟我道歉 那我就更无地自容了 我自己没做好 然后我跟他说 大哥我说不怪你 不怪你 我说我的错 我的错 我在这么说的时候 你知道大哥什么动作吗 大哥这样 大哥我就说 我说大哥 我的错 我的错 然后大哥这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抱歉抱歉 一直在这样 我的天哪 哪是人家的错 对不对 明明就是我自己 没有把资料准备好 我那个照片的话 确实我们就是 突然间想到说的 去 想说资料都有 我们就去了 但确实照片的话 我们是不符合要求的 就是我没做到 可是人家一直在跟我说 抱歉 对不起 还对我做了这样的动作 我的天哪 我真的不好意思 然后呢 我想说也不要给人家找麻烦 就是还请人家帮我加急 什么的 我从那边走出来 我说老师 明天也不要过来了 我说那个 还是就是我回去 给我爸妈好好拍照片 现在照片不都是手机拍的吗 然后自己就是去 去列印出来的 对不对 我说还是我回去拍 要不然让我妈 我爸他们拍呀 我说他们也很麻烦 什么背景不够亮啊 什么衣服穿的不行啊 什么耳朵头发呀 什么的 我说每次让我妈拍 都拍很久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讲 我说等我回去吧 我说我给他们拍 我说到时候 我说你就是再重新来拍 再再重新抽号码拍 然后来办 我说就正常 按照这个正常的时间办就好了 我说也不要请人家夹击 给人家添麻烦 对不对 人家对我们这么客气 我们也要好好的回馈给人家 就是我们正常办就好了 也不要那么赶人家的 就是追着人家那个时间什么的 让人家夹击什么的 我说那我就一样 就是我回去拍 我到时候我说 你再来帮我送件 一个星期以后取的话 我说然后你再寄给我吧 我回去的话 还是要跟我父母讨论一下 因为他们是想说冬天来 来这边来台湾来 我们沈阳话叫猫冬 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因为沈阳就是温度 不是冬天的话 屋外的温差 屋外的温度大概有零下15度吧 可是屋内的话呢 就是大概有20度 212度 对就最起码是212度 那你看这样的话 温差的话就差了 二三十度对不对 三十多度 所以说就是温差太大了 像对我爸这种洗脑血管 就这种疾病的话 你温差太大的话 好像不太好 所以说我妈就想说 以后我就冬天上你们那去 最起码温差不会那么大 然后台湾就算有寒流的话 也是冷了一下下几天而已 然后家里边的话 你可以采取一些取暖设备 最起码屋内外的话 他温差不会那么大 所以说对我爸这个疾病的话 是友善的 所以说我妈就想说冬天来 然后我那天 还在跟我爸视讯的时候 我就逗了我爸 我说爸 我说你来台湾哪 啥时候来呀 然后我爸就说 没有直飞 我说没有直飞的话 我说你就转机呗 转机我的腿多费劲 我走不动 就是我爸还在顾虑这个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回去的话 也转机看看 因为我也是这么多年的话 一直都是直飞 现在写阳的话还没有直飞 所以我这次也是转机 那转机的话 我就转机的时候 看看什么状况 然后我再跟他们讨论 那到时候再请我老公 再去帮我办就好了 我觉得顺顺当当的办 我真的觉得说 你看在这个 你台湾这种办事单位 不但是说我觉得效率快 然后呢 人真的是太客气了 就客气到让我觉得说 哎呀我这给人家添麻烦了 绝对是我的错 就我这个人 人家跟你客气的话 我就说 你就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真的我这人就这样 就是感觉说 哎呀你太客气了 我真的都不好意思 给人家添麻烦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那么赶 我从那个大厅走出来 我说那明天也不要那么赶 过来给人家找麻烦 还得让人家什么 给我们加急什么的 我说不要不要 我说还不要抽号码牌 那大哥说的嘛 你不要抽号码牌了 你直接过来 我说也不要这样 是不是 所以说我就想弱弱的问一句 就是我这个影片 这个看我影片的一些观众朋友们 我的粉丝朋友们哈 不管你是在哪里 你有遇过工作人员哈 给你这样的服务态度没 大家谁遇过 都不敢想的事情 是不是 他一直明明是我的错 他一直在跟我抱歉 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抱歉抱歉 然后我同时 我一看到 人家这种反应 这种动作什么的 我马上我就说 我说不是不是你的问题 我说我的错 我的错 你说我们两个都太寒暄 太客气了哈 我说人跟人之间 不就是这样吗 顺顺利利的多好 是不是 就是笑呵呵的 我这样走出来了 我也觉得说 我也不要给人家找麻烦 多好 这种感觉说实话 太舒服了 真的太舒服了 因为那个露台证的话 六个月有效 应该没改吧 六个月 所以说就算他们冬天来的话 我就想一下 也应该这个时候 记也没关系 所以说就是 再找我老公再帮我办吧 这就是我今天去了 这个移民署 好多年没去了 一去的话 哇被这样对待 我记得有那个工作人员的 那个老面孔哈 就那我说 我老公还说 我说那个大哥 我们很眼熟 我说对的 我是应该还有一个姐姐 也是我们以前来办 就是见到的 真的你问他们问题什么的 他们都很耐心的回答你 各种政策什么的 我就今天我也听到一个 那个就跟我一样的 应该是陆沛姐妹 然后就说什么 父母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也在给她解释 就说七十岁啊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 现在大概要排二十年 然后那个陆沛说 哎呦那太久了 那算了算了 所以我大概就听到 他们这样的对话 就你只要问 他们都会耐心的给你解答 这感觉真的不一样 好了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这个就是 我办了一件 算闹了一个小乌龙的事情 但是感受到的这个温暖 绝对是不一样的 特别特别的有感触让我 好了 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 拜拜